剛剛回來香港 將會逗留4天 好像我們 找個好位置 拍一些街景給大家看 好像我們過去兩個多星期 都很捨不得 我們一家人 最捨不得馬來西亞 最捨不得一張沙發 因為我們所有傢伙 那些櫃啊書櫃啊床啊桌子啊 電視啊七七八八啊 剛剛臨出發 我們下午機 早上就送了一張沙發過來 真的很大張 很舒服 所以我們整家人 真是很捨不得馬來西亞沙發 他們搬進我們家 都不夠兩個小時 我們又要離開他們了 唉 那這次回來呢 主要的目的就是 因為我們的女兒 在暑假的期間 參加了一個音樂劇表演 啊 撞正打風取消了 那改期就改到今晚黑 所以我們呢 就立刻飛回來 就參加這個活動 那我和 教女就是要這樣 這個是一個責任 雖然這個活動參加 都是要付錢的 但是 整班小朋友 一起去做一件事 共同去彩排 所以花了很多時間 那 有個表演 這個機會 都是一起做的事 所以 我都和女兒說 這個是一個責任 雖然我們 搬走了 離開都很遠 但是 都有盡能力 都要回來 一起去參加 一起去參加 做完這件事 回來呢 又有很多東西想吃 剛才經過強忌 糯米飯沒有開 昨晚呢 一落機 朋友來接機 就走了去吃 腸粉 燒賣魚蛋 但是呢 那幾粒燒賣 和那幾粒魚蛋 我覺得真是很恐怖 叫我一碟燒賣 17元 17元 不知道有沒有8粒呢 唉 真是 接著這碟腸粉 就是煎腸粉 雞蛋煎腸粉 是30元 港幣 港幣 為什麼這些東西這麼貴 現在呢 現在呢 我在搭電車 由銅鑼環 就搭回去 上環表演的場地 那 今天我的行程 就一早起床 然後在家裏 剪片 都是剪片 都 很欣慰的 現在搬了 人搬了去馬來西亞 但是我 都要 工作賺錢 工作賺錢 在電腦 還有在手機 在手機 可以拍片 剪片 剪片 那 我覺得世界是進步的 人都要跟隨著 很多工作 都可以 在手機 或者電腦 搞定 所以世界是越來越小 就算我們去到任何地方 都可以嘗試去做得到 好 剛剛 剛剛 就去到這個 頭柱站 買了一張綠合彩 頭獎有800萬獎金 港幣 買了一張綠合彩 多少錢呢 香港 10元一住 10元一住 800萬是最低獎金 頭獎 希望 做個頭獎 回來 都好 幫補一下 剛才 買了一個 香港電腦商場 買了一個 因為我們馬來西亞 家屋實在太大了 在我房間 和我女兒的房間 完全收不到 Wi-Fi信號 所以就必須來買一個 Walter 買了1880元 又一個比較強勁些 千幾呎的房子 都應該應付得到 一套就三個 三個 之後回去安裝了 介紹一下給大家 那就比較靚一點點 希望 因為 對 找食都要靠個電腦 上網信號 所以這些又不能省 就可以了 今天 香港天氣不錯 聽朋友說 過去兩三個禮拜 都是下雨多的 今天 陽光好照 現在來到灣仔 香港人 走路的 走路 多於坐車 我坐電車 就慢一點 但是 就走少一點 如果坐地鐵 就要走到地鐵站 接著 幾個站 突然就要走上去地面 走很遠 所以香港人 就 沒有那麼肥 你看到 到處都有人走 吃東西 買東西都很方便 跟馬來西亞的生活模式 好像有很大的分別 馬來西亞平時 你看到我拍片 沒有人的 因為那些人 通常在車上 開車 點對點 下車 進入商場 或者店鋪 但是香港就很不同 你看下 下面 那些人 拖著一箱二箱 都是在街上賺食 交通工具也很多 我們這邊有電車 有巴士 有地鐵 有的士 還有一些小巴 小巴 所以 開車就變得少了 因為路太少 和泊車的地方太少了 所以就 沒有那麼方便的開車 除了那些要賺食 或者 經常去那些 沒有那麼方便 搭車的地方的朋友 才會開車 在馬來西亞 我又見到一些 跟香港有些大分別的事 馬來西亞 我覺得這個國家 好像沒有什麼人吃煙 香港呢 香港都是禁煙的 在所有餐廳裡面 塞落的地方都不准吃煙 但是呢 例如在街上都會有人吃煙 但是去到馬來西亞呢 我又好像比較少見到人 在街上吃煙的 但是比如你說去 晚上啊 飲食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就有了 但是街上真的很少 那還有什麼分別呢 譬如香港的餐廳 多數都是室內的 很少呢 可以在路邊那裏 放幾個桌子出來 那麼爽的 那一來呢 就 熱啦 香港好熱 真是好熱 有些朋友 未來過馬來西亞 就會說 馬來西亞熱大地方 好熱啦 但是我自己 去過那麼多次 還有 生活在那裏兩個幾星期 我就覺得 香港熱一點 因為我在馬來西亞 基本上 我開冷氣的時間 只是有晚上睡覺時間 其餘時間都不用開冷氣的 但是現在這邊呢 我比較熬熱啦 坐在電車上面 電車沒有冷氣的 那OK啦 省錢的嘛 搭電車 香港最便宜的交通工具 兩個幾 咦 接著另外一件事 就是 寵物 這裡有一間寵物店 那 在馬來西亞都有寵物店的 原來 其實都多 上次我去過商場 那間寵物店大到不得了 很多人的 香港人都喜歡養寵物啦 香港人都喜歡養寵物啦 香港人喜歡養寵物的原因是 什麼 因為 一來有些寄託啦 二來呢 養寵物 好過自己養個小朋友啦 因為養小朋友的負擔太大了 那個 那個 寵物太重啦 那有些人呢 選擇會 不生小朋友 就養寵物 那 那不知馬來西亞那邊 是不是這樣的 那 那我看法 那但是我看馬來西亞那邊 都很多人養寵物 有些人甚至會問 啊 我搬過去住 怎樣啊 怎樣運動物過去啊 有沒有寵物 我 那我看到的就有了 而且都頗大的 嘩 怎麼那麼塞車啊 我說了那麼久 我這輛車都不動的 現在這裏呢 就是 灣仔 講了那麼久才到灣仔 其實 塞車 全世界都會塞車的啦 有哪裏不塞車的啦 有人有車的地方 就會塞車的啦 那我現在都是下午時間 四點多 又不是下午時間 也不是下午時間 都是這樣塞車的啦 只要將我心情呢 調節一下 將塞車變成一個樂趣 好像我這樣 周圍看下東西 看下東西 又拿電話出來 吹下水 那些時間就過得快咯 那又不同的 我現在回來又不用上班 看下這個很有趣的 這個單車 是送些 不知送什麼呢 送些火水啊 以前送石油氣的 現在都還有啊 是不是 那裏就是 街市啊 其實這個世界 雖然很大啦 但是 我會感覺到 現在的科技實在 太先進了 大家 建的東西 用的東西 做的東西 其實都差不多的 所以 一些香港的朋友 過去馬來西亞 或者準備想過去馬來西亞的 不需要太擔心 平時我們做的東西 去到就是做差不多的 只不過 有些生活上面的細節 有少少轉變 有少少不同的 但是 真是很容易適應的 你在這條街上 見到這些店舖 去到那邊 全部都有 是全部都有啊 或者可能是更多的 或者可能是更多的 唉